是 以前我們都開玩笑講 對 批評朝廷 可是要殺頭的 我們講不是這個電影的橋 對吧 對 他們也真的啦 以前我們都講說 你敢去指摘人物 因為在時事的話 那批評朝廷 可是要殺頭的 這個東西是來自電影的一個梗湖 不是 我本來以為說 我們就批評 批評我最多收NCC的報告 我最近又收到兩張 而且衝著主持人來 罵我這個主持人表現不好 我就認了嘛 反正就到警察局了 對 現在來講的話 這個事情從梗圖 聊到了真實的一個人間 真實的一個社會 記不記得當初有一個人 一個謝先生 他PO了一個照片 他說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買了一顆蛋 打下去之後呢 竟然是綠色的蛋 是不是懷疑 它有微生物的一個污染 他就去討論啊 到底是哪邊買的啊 然後他也解釋啦 結果呢 大家講說 你賊假新聞 陳建仁就說了 他去定調喔 他竟然一錘電音說 這是假新聞 我們的隔魁拍板假新聞 對 在之前呢 其實大家都把它當成是一個 可以討論的事情 隔魁講它是假新聞之後呢 第一個 刑事局 我來 這個不排除要傳喚當事人 第二個台北市政府 等等等等 刑事局 對 刑事局不是派那個殺人 放火大案子嗎 對 就刑事局要去 辦一個 PO網說有爛蛋 有壞蛋的人 對 所以呢 他說這是不實的消息 已經請刑事局來盡速查明 然後呢 刑事局的局長就說 好 那這東西 我們不排除去傳它 刑事局 對 然後呢 接下來 更扯了 好可怕喔 我們都想說 欸 刑事局會為了一顆蛋 來出手嗎 結果 不用擔心 因為有人要夭勾 已經搶先了 誰 好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 中正二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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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十一點說抓到人了 你知道嗎 中正二分局用什麼人 用什麼形容詞 這個人 這個人就是PO文的人 他說 犯賢 犯賢 他用犯賢兩個字 直接又講他是犯賢 所以我們看到那個 那個新聞資料的時候 他用犯賢兩個字 我們就覺得說 啊 一定是他可惡 抓到了 買到一個正常的蛋 然後呢 自己把他 或者是把他加墨汁進去 改成假蛋 他造假 他危害社會秩序 對 這太可惡了 所以呢 他是犯賢 但是我最後去看看看看 他說蛋是他買的 他也沒造假 然後呢PO也是他PO的 怎麼就變成犯賢了 怎麼叫犯賢咧 對 他們已經直接把他定掉了 中正二分局 就直接叫他是犯賢 直接扣帽子了 好 我們來講 這個是有多麼離譜的事情 格魁 是有天主上帝光芒的人 對 所以呢 他已經是一個犯賢 但是我還告訴大家 到底這件事情有多麼不合理 你說他三點 下午三點去做筆錄 都不看這個是農委會的人 農業部的人 農業部的人跑去這個所謂的報案 報案了以後 下午三點晚上11點 就把人找到了 對 就把他找到檢察局了 中華民國的效率什麼時候這麼高了 我們講查水表過去是個玩笑話 現在你只要亂PO東西 還是這句話 批評朝廷 這可是要殺頭的 半夜就有了暗電影 很多人搞不清楚 我還告訴大家這個怎麼回事 你照道理說呢 你下午三點 好 你來報案 我剛剛很厲害 不不不不 做完筆錄 好 當天做完 你要一層一層往上送 晚上送之後呢 你要兩個選擇 你要不要報警檢察官指揮 或是不報檢察官指揮 他當天是沒有報檢察官指揮 晚上就直接去抓人 照道理說 應該要怎麼樣 你9月27號 你要發傳喚通知書啊 你要打一個文書 你怎麼會隨便叫我打電話來 我看 他們現在不是說打電話嗎 NO 半夜就跑去人家裡暗電鈴了 持續暗電鈴 9月27號下午三點 現在有點亂了 現在到底是打電話叫他來 還持續暗電鈴叫他來的 打電話怎麼可能叫得來 以我的專業 他肯定去家裡 中政二分局肯定去家裡 去把人家給兜出來的 他一定是 一定是這樣 你覺得是這樣的 我覺得一定是這樣 因為你打電話 你現在幾點了 我可不可以約一個時間 以照道理來講 你正常的程序 9月27號下午三點鐘 你收案 沒有那麼簡單 你要層層 你要晚上要簽的啦 因為我今天聽到打電話的時候 我也覺得很困惑 因為本人也被告過很多次 本人也到警察局做過很多的筆錄 那本人每次都說 有的是送到公司也就算了 我第一次我老婆被嚇到 怎麼被嚇到 你知道嗎 在我們家的信箱 貼了一個上面紅條 上面什麼 不知道是刑事告發 還是什麼東西 司法文書 司法文書 而且是去哪裡拿 你知道嗎 去派出所拿 還不是去郵局拿 你知道嗎 我還要去派出所拿 我老婆嚇死了 我老婆說 你幹了什麼壞事 我就是被人家告的 又被人家告的 以我跑台北市的經驗 如果你九月二十七真的很順利 把案子給成案之後呢 你最快最快 十月 你通知書上面一定打十月 你不可能壓縮 除非你今天是坐姦犯科 除非你今天是手上有槍炮 而且是自事的 而且是滔天大罪 對 滔天大罪 所以還會現場去 所以打電話我覺得不太可能 所以一定是跑去人家家裡 我今天學會一件事了 原來我今天我去超商 買了一個蛋 買了一個蛋了以後 我覺得是臭蛋 我撲開以後打開 打開了以後我撲網 我變成滔天大罪了 院長說我是假消息 刑事局說要偵辦 然後中任二分局 馬上把我提調過去了 對 馬上就跳出來 然後下午收案之後 晚上就去把人給抓來了 還公佈了這張畫面 這個東西我相信 以我的經驗 不可能打電話 你打電話你會說 好好好來來來來 今天晚上半夜11點來做筆錄 怎麼可能 你要嘛 你現在詐騙那麼猖獗 你要嘛通知書來 這一定是到家裡 然後科學辦案 我突然覺得 NCC對我很好了耶 一定是這樣 他只是叫我寫報告而已 寶傑哥 只是罰我一點錢而已 如果這個是你PO的 我是中正二分局 我就叫你家人家按門鈴 劉先生 晚上好 你要不要 我們找個地方聊一下 真的假的 對 如果你敢韓扣 好喔 好喔 你敢韓扣 不然我們再約喔 你守的動作就出來了 一般的老百姓 一定想說 好好好 你都找上門來了 所以呢 這也太可怕了吧 這個地方也不是中正二分局 這一定是究竟找一個單位來製作筆錄 這個地方怎麼會是中正二分局 中正二分局是什麼地方 是管總統官底的 他是一棟很漂亮 很輝煌 很富力堂皇的建築 你好像就在南海路上面啊 這個一看喔 這打把關的 這種門面齁 不是我們台北市的 這一定是台北縣的 一定 一定是這樣 他一定是隨便找個地方 用狂的 劉先生 晚上啊 事情要處理一下 來 真的假的 一定是這樣啦 半推半救 然後呢 就帶到了一個地方 來到了一個警察局 就把他給丟進去了 這是台灣 民國幾年的台灣 以前才會發生的事情 大家PO網之前 再看看這張照片 批評朝廷 這可是要殺頭的 所以呢 大家以後 要PO網路的東西 自己要自己先想一想 不然整套 就會流到你身上了 不是 今天你的老公家 一定得對以後找到一個人 有一個是負責人 買了一顆蛋 一顆蛋以後有一個臭蛋 他嚇死了 我覺得那個形容 非常非常好笑 你看台灣如親公司 怎樣如親公司 他說整個公司跳起來 沒有人敢打開蛋 然後趕快找 趕快找拍照的人 然後拍照的人 看好了以後 然後就這樣把他打開 要全程錄影 現在沒有全程錄影 沒有人敢把蛋打開耶 現在這顆蛋 其實有很大很大的一個爭議 他們這個是做葬儀社的 所以呢他們後來 葬儀社的老闆 他後來找誰來講這個新聞呢 找社會線的記者 所以呢 大家要請相信葬儀社跟社會線的記者 這個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他不敢自己摔角 對 但是大家要想一件事情 這是一件很可怕的 你以為你這樣子有拍照 有錄影就是好事了嗎 No 你已經打開一半了 你再開始拍照 以後你要開拍照 你最好頭上戴什麼 類似你去礦空裡面的GoPro 你只好戴著 然後呢你每一個家庭主婦 每一個人要煎蛋之前有沒有 戴著GoPro 開始錄 你才可以打開那個蛋 如果像他這個老闆 我其實蠻為他擔心的 因為他說什麼 他說打到第一個蛋是黑的 只好直接扔掉 打到第二個的時候蛋黃不扔的狀況 所以呢他覺得不太新鮮的時候 他請員工來錄影純正 但是你想想看 他自己看到蛋液是黑色 而且散發惡臭 才請員工來錄影純正 以我們中正二分局的一個做法來講的話 你這個是有疑義的喔 來一樣來做筆錄來說明一下 這個東西現在已經是精工之鳥 所以你現在來講的話 你遇到一顆蛋 你真的是覺得很可怕 然後呢大家整個公司跳起來 為了怕以後未來還會來查水錶 所以你要趕快錄音錄影 我們到底台灣變成什麼樣的一個社會 而且我覺得民進黨最妙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民主黨叫做民主進步黨 民主黨前一位非常反對 是一個叫惡法 什麼叫惡法 叫做違警罰法 違警罰法就是你給警察 太高的一個所謂的這個裁權的權利了 那現在我沒有違警罰法了 我現在幹嘛 我有一個社會維護法 社會秩序維護法 2008、2010、2012、2014、2016 都還好喔 到了2018 極具增長 就像本節目一樣 我以前在馬英九時代裡面 我從來沒有跟NSD有打過任何交代 我現在 我每天 我幾乎每天 都要受到NSD的關愛 對 每天 在過去來講的話 違警法法是什麼意思 就代表說我覺得你有罪 你就有罪 那就是等於一個警察自己的裁量權 那後來這是惡法嗎 當然就沒有啦 但現在社會秩序維護法裡面有個什麼 社會秩序維護法有個散佈謠言罪 只要他覺得你這個是謠言 他就可以來辦你 可是一開始這個法還沒被濫用的時候呢 你要多麼樣的精準 譬如說呢你要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 然後呢在什麼列車上面被放了一些 什麼可怕的暴獵物 如果你這樣子 拱含公眾的話 才會被來辦這個社會秩序維護法裡面的謠言罪 現在沒有喔 從2018年之後呢直線上升 現在來講他們警方必須要給出這種績效 所以你要去哪裡 這有績效 對 這有績效 如果有績效就代表什麼 是長官要求 對 長官有要求 所以呢同仁非常的痛苦啊 你知道嗎 刷臉書刷下去 欸 長官分局長問你說 啊到底我們那個社會法三部謠言罪幾件了 他說 我看都覺得還好喔 長官說怎麼會還好 來我來看一下 找到一些特定的一些 一些臉書的一個社團 你就說這個就有問題啊 這個也沒有講說冷地時事物 這有什麼問題 他說不行 這個就來辦 所以呢我們送出去的有七成 有七成都不裁罰的 都沒有問題的 可是為什麼要做這麼多 因為這是有KPI的 這有KPI的 這要往上去上層給陳鋒看的 說表示說我們有在管控 我們有在維穩 我們有把這個社會秩序給管控好 所以這個東西會越來 那不是跟中國一樣嗎 對 所以我就很妙 我說那你塔利班幹嘛反中國咧 你們在選塔利班 你們在中國可以活得很好啊 因為你們的所有的行為 都跟中共一模一樣啊 對 但是呢 今天要把這兩件事情 放在一起看 過去來講的話 是我們這種人無法忍受 不是你們這種人啊 對 過去來講到從2018年這樣 直線上升之後呢 以前只會做什麼事情 你要有績效 我就給你績效 我找到之後呢 我就把你傳來說捉名 這是什麼社會 當你在臉書上面PO文 PO照片之後呢 有一天半夜11點 你家裡的店裡會叮咚 警察會上門 這就是現在的台灣 從社會秩序維護法 到直接的警察上門 我覺得這 對我們台灣的這個來講 真的是太可怕的 我從來沒有看過你這麼生氣過 我覺得這太可惡了啦 隨隨便便PO張照片 就要被警察找上門 太可惡了 後輩 剛才講到的 你說一個關鍵點是 今天是農業不去告發 不對啊 今天如果我說真的有影響 是我在那裡走的一家的超市 買了一個這個蛋 那你要告的也是 這家蛋商那個超市啊 對啊 我講一句話 現在真的是 你現在是警總復辟嗎 我貼一個文章 半夜警察就上門來 你想想看 辦林北好 說要三個月 辦這個案子 居然一天就可以搞定 連三天都不用 馬上就上門 然後搞到那個老闆 開個蛋跟開 跟開手榴彈一樣 真的 他只是好緊張 我看他就描出來 你真好笑是 當他發現不對的時候 趕快趕快趕快 趕快在拍照 他不敢自己趕快打開耶 而且你看警方 最後用什麼 用妨礙名譽辦他 你妨礙名譽有人這樣辦 夜商門辦的嗎 對不對 那我就問 接下來問他妨礙誰的名譽 你妨礙社會秩序啊 你擾亂明星啊 他最後用的是妨礙名譽 那你妨礙誰的名譽 那個蛋商是有打 農業部的三個字嗎 還是他有講說 講農業部三個字 為什麼是你農業部 去做這個事情 蛋商沒有抱怨 對 賣的人 他說全聯全聯也沒出 他說全聯買全聯也沒抱怨 那個 他說台農來跟他 謝忻男子說 台農來跟他 說要換一盒新鮮的東西給他 台農也沒有意見 所以你說要告也是台農 要告也是全聯 關你農業部不是啊 關你農業部什麼事 而且你用這種手段 你農業部身為農業部 你在這個發生事情的第一時間 是不是在關心民眾說 你們到底吃了什麼 為什麼會買到這個東西 我去把整個溯源溯一遍 不要讓別的人再出現這問題 不是你直接去提告 然後就說你說是作假 人家手機也交出去 你現在你拿他 不可以解釋 中正二分局 今天竟然就用犯賢來稱呼他 你到底哪一點去證明他作假 對不對 你現在是1984裡面的真理部嗎 對不對 我說你作假你就作假 我說你作假 你就罵政府你就該被關 政府其實就不是 根本就不關我的事 也不是妨礙我的名譽 但是我就是要辦你 因為你就是批評朝廷 就是要殺頭 批評朝廷真的殺頭 我覺得 大家為火殺 這件事也太不合理吧 而且剛剛講你後面也證實到說 不是只有新北 這個台北很多地方 都有這樣的蛋啊 那你要去處理這樣的蛋 你要解決這個蛋 而不是說 你雖然所有提出蛋的人 我要把你 等於說千刀萬里追 追殺到底 解決不了問題 是解決提出問題的人啊 我今天辦了這一個之後 你看你還敢不敢講說 你吃到壞蛋 我不講了 我現在乖了 所以以後就沒有壞蛋了 我發現現在收到NCE的報告 我就覺得我現在 對不起小NCE 我身至前到 我以後打到這種蛋 我一定就直接 自己想辦法 跟手榴彈一樣 自己想辦法處理掉 對不對 你不處理你再PO一個文章 明天警察又來了 那 董事長 那台灣怎麼搞成這個樣子 民進黨搞成這個樣子 這跟台灣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民進黨把台灣搞成這個樣子 不是台灣變成這個樣子 你就簡單一個案例嘛 這個農業部長陳吉仲 公開在全國媒體面前宣布說 台灣是假消息最多地方 假消息最多的國家 他就把這個東西定掉了 全部都是假消息 他是誰啊 Who are you 他根本沒有資格在這件事情上面 做這種的定調的發言 他既沒有專業 他也沒有科學的依據 就是信之所知就可以隨便發言 這個叫什麼 因為他是高官 他是部長 那小老百姓 就會被警察去逮捕 對 會約詢 會約談 爭取起訴 這就是台灣的社會 這整個鋼腸 已經為權力所扭曲掉了 既然選出來的都是一些 壓壩的政權就可以開始 惡整台灣的普通老百姓嗎